早上的十點鐘 早上十點鐘 你看看新北市生技採購課堂會 剛剛在貴賓支持 副市長 葉貴卿副市長支持完後 大家到了45個廠商的攤位裡面 去參觀採訪 新北市政府的金發局 就好像台北的外貿協會 一個小小的外貿協會 在那邊做一個 一個buyer跟local的 Maker的一個洽堂會 總共來了45個攤位 還有很多的廠商來到這邊 參加展覽 增加這個採購的機會 大家有觀摩跟採購的機會 總共來了45個廠商 有不同的生技產品 不同的生技產品在這邊 做一個展示活動 已經辦了好幾年了 生技採購課堂會 也辦了好幾年 但是看樣子今年上次規模比較大 以前都是在一樓展 今天跑到了六樓大禮堂 今天規模看起來比較大 而且上看的商機有九億 九億的上看的商機 新北市金發局 完了就是台北的外貿協會 主動出局 主動協助 廠商突破困境 在昨天觀光局的記者會 觀光局也突破困境 到大陸去參加展覽 吸引七千名的大陸旅客 來新北市觀光 新北市政府是我們全國 第一個指標性的政府 主動協助廠商 主動出局 環球右霸機在閻國龍 主動在新北市政府六樓的報導